今天我们来组装一款老式放映机 据说组装好后是可以放电影的 拼装组件要从上面扣下来 按照说明书 第一步先把发电机装上 这个是放映机的镜头 凸头镜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件 上面一定要保持干净 这种老式放映机应该是很早以前才有的 我小时候是没有见过 下面还有一个支架再给它装上 大致的模样已经出来了 最后还有一大一小两个滚文 是放胶卷用的 成品现在已经组装好了 整个下来一共用了五个小时 选哪一部童话片呢 就葫芦兄弟吧 小时候都是蹭邻居家的电视才看的 我记得偷偷镜成像是反着的 需要先绞进去一点吧 好可以了 瓜子小把那都准备好了吗 现在开始放映 好 好